5月23号 现在凌晨2点 哎呦刚刚开灯有点太黑 黑吧 看我的花 我的小花园 哎 干嘛怎么焦虑呢 前天晚上和几个 技术部门同事吃饭 我们四个人 哎说没说这个事 昨天没说 前天 没有对 没说 今天周五嘛 和三个技术部门同事吃饭 一个哥们走了送行 另外一个好像也在研究 说要去海信 还得犹豫 本身这个企业也干了 他一几年来了 也来了七八年了哈 也不想走 但是也被企业恶心的 挺难受的 唉 这是一个事 在一个周五突然厂里面通知 七月底要开始干一些新的 新项目 本来不切底没活了 就没放假了 就满心希望不是熬 再熬他两个月就可以 休息一点时间 就我们叫熄工 就是 就可能发一半的工资吧 后来歇了 这家好 就有活干了 就烦人了 就不想干 我这盐里边是因为这个 大半夜的这个盐 眼睛不舒服 不是因为让活抽了 酷了 好实话 所以小时候一大半夜 我怕把狗吵起来 人倒是不怕 我 我自己一个 我睡觉 挂了个大后帘子 他一买那种隔音大帘子 说过什么 人也听不见 狗能听见 狗声偶尔特别好吃 每天的话 我起来的时候 我就 只要一推门出去 狗吱在门户尤尾巴 他能听见你在里边 准备出来的 这种吸气缩缩的声音 哎 特别烦 在我儿子有理发 什么事 他看了一个破电影 什么康米原超的电影 看了八点半 说有理发 理发我说你理发 你洗澡洗涂 我说你洗澡 他说不洗澡洗涂 我就烦了 我说你都是洗澡的说法 我昨天他写 用语作业写的 有几个单词 写的很 很用不 我有点烦恼他 你也给道歉 我不用给这样 他是有问题 我太多不好做 哎 怎么怎么这样 哎 我现在在这憋着 哎 不辞职在这瞎混 一个是为了工资 为了点赔偿金 哎 我这个人没有勇气在辞职 上次辞职后 自己弄了很大的麻烦 在一个社会这么 动荡 没有安全感 好像脱离集体 你说这么动荡 我不赶紧脱离 过我自己的生活 哪天突然打仗了 要死了 远不远 何必呢 哎 这只好点儿 睁开眼了呢 嗯 你把黑眼块 为什么人会这样呢 就告诉你 你这样会有问题 让你注意休息 还告诉别人 这个人睡觉睡得不好 精神不好 离他远一点 让这个同性 不是同性 让人气色变差 让异性 就是同样的人类 注意躲避这种 然后躲避他的基因 就这样的人上面会有焦虑 不能更好的 睡觉都睡不好 所以基因可能有问题 这人是不是设计的真好 看那个 看这个 这个放 一个放花的一个 这是我买的棕榈一二自己包的 小时候那挂绳 也是棕榈 棕榈缠起来的麻绳 插去干花里边 好看吧 好看吧 焦虑 一开始不知道他们门这么动荡 就是我们公司技术部门 一天说起来说 他们说了好几个人在辞职 有些辞了好几个走了 还有几个人在准备走 他们走 反而我感觉 有点不想走的 就是从理性上来说 一住想看着热门 看这个他们会怎么变化这个爬场 飞 overlooked 昔这六月份总用理由换 尝尝尝尝尝解 这就开始焦虑了 但是我本身是瞎祖的 这壶子有点乱 怎么修壶子 怎么修壶子 行就这样